同樣是高雄的交通相關 看到這是高雄市軌道建設 市府自酬的總經費是高達千億元 為了增加市政財源 減少財政的負擔 高雄市政府跨局處成立 高雄捷運聯合開發專案辦公室 期盼藉由聯合開發和捷運建設 可以同步展開 帶動捷運周邊 還有高雄整體的經濟發展 由高雄市政府跨局處成立的 高雄捷運聯合開發專案辦公室 日前在副市長林清榮等人的見證下 正式接牌啟用 林清榮表示 專案辦公室的成立 是高雄捷運開發的新型態模式 期盼以捷運開發招商與建設同步進行 帶動捷運周邊及高雄的整體經濟發展 我們的開發模式是指說 我捷運聯合開發跟系統建設 是一起並軌一起做的 那麼這樣子六七年之後 系統 基電跟土木完成之後 聯合開發也都完成 我每個站都養夠了足夠的人 所以我的運動就會達到我的要求 那我也會滿足安家計畫 企業的安家 年輕人的就業都會滿足 那第二個意義是什麼呢 第二個意義是指說 我透過捷運聯合開發 來挹注到我的捷運建設 使得我市政府的所有的公務預算 儘量都不受到排擠 因為要治水啦 要蓋學校啦等等 捷運可以自給自足 那麼最主要有兩個意義 林清榮表示 結合捷運廠站開發的模式 是兼顧市府財政收益 地方發展需求 不動產市場攻擊以及適度發揮 地方建設的公益性 藉由投資人 地主和主管機關三方合作開發 除了希望投資人有利可圖外 政府也能夠有穩定的收入 除了局限歐四站 市府捷運局也已經盤點出 具有開發 潛烈土地 我希望捷運局能夠在這個聯合辦 一年有三個以上 那我們會自己排序 那目前的話就是說 今年的部分 2022年的話 我們就放置在所謂的歐十 那我們也會甚至對歐九 甚至是歐十三 我們會先做 那另外我們有其他的RK線也會做 尤其是RK線 就是RK1 RK3 RK4 RK5都會有 我們陸陸續續會公告 都透過這個辦公室 那希望大家能夠注意 因為它是公開透明的 為在四維行政中心 10樓的高雄捷運 聯合開發專案辦公室 目前編制21人 除了整合都發局 地震局和捷運局等局處 也有法律 財務及工程等外部資源 期盼專案辦公室的成立 可以讓潛在的廠商 個人有更透明公開的討論環境 更有效率的推動公司協力的 聯合開發案